警務處國安處組前沿洪國一百萬元 通緝八個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身處海外的在途人士 當中包括在英國的前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 消息說星期二清晨六點多 國安處的探員分別到羅冠聰父母和兄長居住的 東聰日東村兩個單位入屋搜查 並且帶走羅冠聰的父母和兄長問話 三人經問話之後已經獲准離開警署